乘着记忆的翅膀寻找幸福的滋味 记录了做久的生命历程 以长篇小说《诗生化美》 勇夺自立报戏百万小说《蒋得主灵烟》 近日出版闪文石谱书 乘着记忆的翅膀寻找幸福的滋味 结合味蕾与文学 构成一场特别的分享饗宴 借着做菜料理 然后来谈自己的生活 那过去的点点滴滴 所以呢就是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我从26岁得到百万小说奖之后 从文坛消失了17年 这17年里面可以说是王宝川 苦手含咬18年的那个过程 通通都来了 那所有的那个酸甜苦涩 通通都在都藉由植物 藉在这本书里面 充分的去呈现它 一段一段的端出来请读者品尝 与其说这是一本食谱书 倒不如说它是我的自传 那也是在抒发我这些年来 生活上的点点滴滴这样 等于我那从文坛消失的17年 这当中的空白就由这本书来填补了 趁着记忆的翅膀寻找幸福的滋味 是以片段交织的方式 记录林烟至今一路走来的生命历程 本书除了编织记忆外 更因而延伸出50余道传统家乡喂菜肴 以味觉来回顾台湾乡土的种种风情 新书发表会上 林烟邀请十位在地朋友 作者各备一道家传菜 讲述家传菜背后的故事 林烟也准备书中的家传菜 分享食物与人生滋味 史方新闻黄慧如黄开解 高雄采访报道